你说它是上二十节目吧 都感觉有点玷污上二十节目 那么四个字了 你说它是相声吧 找几个幼儿园的小朋友上去演 估计效果也是差不多的 你说它是像大师之经的节目吧 似乎又不达标 要演出没演出 要内容没内容 这可能是我听过唯一一个 尴尬他妈给尴尬开门 尴尬到家的相声了 我爱五指山 我爱五指山 母指和食指 中指无名指消耻 谁最重要 那一定就是我 他是之 他是之 近期呢 老魏在看相上的时候 突然看到了李大博社的佳作 五指山 抱着有被雷的心理状态点了进去 随后迎来的就是 将近七分钟对我心里的摧残 看完了以后 不仅想问一嘴 你管这叫相声 首先内容借鉴的是 马基大师的五官真公 但是如果说五官真公 可以给九十分的话 那么这个相声 最多就能给六分 因为是六个人的演出 演的是极其的夸张 外加看似正义的尴尬 特别的就是最后的摆数字 咱们一起来摆数字 好 一 二 三 四 看完相声以后 绝了两个字 占了老魏的整个思想 你说它是少儿节目吧 都感觉有点 玷污少儿节目 那么四个字了 你说它是相声吧 找几个幼儿园的小朋友上去演 估计效果也是差不多的 你说它是像 大事之经的节目吧 似乎又不达标 要演出没演出 要内容没内容 我本想着 这类的演出 为什么可以登上舞台 进行演出的呢 直到我看到了 这个节目的艺术指导以后 似乎这一切都说得通了 我那人都应该觉得 都觉得很赞的 对不对 那么你听不出来 你说你来谁呢 对吧 听不懂 听不懂 千万别说 这是什么呀 让旁边人笑话你 听不懂 闭上眼睛 夫妻又参加了 中国相声大赛 全程的表演 只能用尴尬来形容 毫无笑点可言 在最后的评委打分阶段 江坤给了最高的 90.93分 平均得分90.78分 成功的获得了最后一名 但这并不影响两口子 凭借尬眼 又获得了一波热度 更重要的是 还获得了江坤的赏识 这很好理解 敌人的敌人 就是朋友 跟郭德纲不对付的 哪怕是个垃圾 咱也要 谁让咱们是主流呢 拉帮结派 选边战队最擅长 而李洪业 也因为有了靠山 更加的目中无人 之后 只要有江坤出席的活动 都能看到李洪业夫妇的身影 而且 每次还会在网上 大肆宣传自己的公式向上 和称赞江坤老师 对于他们的频繁接触 很多网友认为 李洪业拜江坤为师了 对于网友们的猜测 李洪业则出来澄清 而且还对恩师出言不逊 他表示 谣言 我从不拜师 而你的垃圾分类颜色 和上海的不同 怎么说 江坤对李洪业夫妇 也算知遇之恩 而李洪业竟然把拜师 和垃圾分类对比 这人性堪比奉仙 江坤本以为 烧了李洪业夫妇 能壮大反三俗的队伍 哪料到李洪业天生反骨 但凡逮着装十三的机会 却毫不犹豫的 给江坤这张老脸 来了个大嘴巴 走得太早 对吧 侯爷为什么厌弃前 跟马基先生要见面 还要哭 马基先生还感动着 痛哭 那侯先生 那当天我给大家讲述过这件事 对吧 当时我是在医院守护的 那侯先生 为什么要在 临终以前 跟马基先生 也俩的误会 要烟消云散 侯大师也对 马基先生有脱骨之意 对不对 侯氏弟子当中 毕竟 马基先生影响大 希望马基先生 能够帮着 要门三叔扛齐 对吧 哪知道 侯先生出殿之后 侯爷文先生 侯爷华先生 拥戴 拥戴 马基师哥 一言求挺 所以才出现了 马基师哥 指点江山 这个 各种 追悼会现场 轰这个 赶那个 钉这个 钉那个 那是想着 马基先生 能够保着 侯爷文先生 扛侯氏大旗 哪可想到 一年半之后 哪可想到 一年半之后 许愿大谈 马家军成立了 立了新旗了 咱们今天尽量别说 哪个新郭的人 他呢 就是没有生活经验 他会说 他说任何的创新 都得是内行 还得是内行里的精英 就是没有生活经验的人 瞎掰摆出来的理论 所以同样 没有生活经验的粉丝 会非常信这个理论 其实他是没见过 没见过 真正的创新的人 一定是外行 一定是原体系里的外行 为什么呢 因为原体系里面 但凡是内行的人 他有吃有喝 吃好穿好 为什么要做创新 创新是颠覆 创新是完全 抛弃了自己原有的东西 这是非常非常容易 出问题的东西 是非常有可能 万劫不复的 如果你有吃有喝 你怎么可能会 抛弃这样的东西 然后去做一个创新 只有你必须要生存 你不创新就是个死 确实是一点不留情面 包括他当了记者批评我 我开始考网络的时候 他说我打死我也不上网 你不误正业 他说过 后来我说的 我跟他开玩笑 我说我没有当我的正业 你给我改成误字 改成那个误字 时常被师父直言鞭策 姜坤在事业重要抉择时 都要参考马迹的意见 一年以前我到了中国取家协会 去当分党组书记的时候 他就把我叫到家里边 我就告诉他 我说他 您说我怕您批评我 又不好好说相声了 又去当什么书记了 他就跟我说他 姜坤 你要是到杂技家协会当书记 我就得批评你 你这岁数不行了 你这腿脚不利索了 你不能够再干这事了 但是你是到取一家协会去的 工作的 所以呢 我支持你去 作为相声界的一面旗帜 马迹不止对徒弟们毫无保留 对相声发展的前景也直属己见 六年半的时间过去了 他的声音犹在 我叫相声爷爷 拿起笔来 不要好高无远 你到你应该站在这个位置上 你面对的是你应该服务的对象 这样你的生命力增强 相声不会在我们这代人手上 给他玩 我是新时代的鲁迅 没听说过 要疯这孩子 不说八道吗 这不是 我跟郭德纲 或者跟其他人最大的区别就是 他们是演员 他们想当明星 我不想当 除了说相声你还想干什么 我想做出更多的作品 金庸 鲁迅 达芬奇 我希望成为他们中的一名 信了 你得加一片药 我是新时代的鲁迅 鲁迅先生 七一从文 被骂成狗 我是气功和从相声 也被骂成狗 有啥区别 你拉倒了吧 我听这俩我就要吐了 什么乱七八糟的 你能把鲁迅气死 再气活了 喜欢我的人都应该觉得很 都觉得很赞的 对不对 那么你听不出来 你说你来谁呢 对吧 听不懂 听不懂 千万别说 这是什么呀 让旁边人笑话你 听不懂 然后我们闭上眼睛 小海